我是在104年的7月29號下午的時候騎機車 在我太太在鄉間小路的過程中突然腳一陣刺痛 結果摩托車停下來 庫管捲起來發覺被一隻蜜蜂射到 當下的處理方式是因為本身自己摩托車裡面 都有準備薑膏、薑粉、硬集的東西 所以當下就用薑膏塗抹 回到家以後傷口就不痛了 到底沒什麼注意 隔天睡起來的時候發覺整隻腳開始紅手發揚 在當下的時候我先用薑粉膜或薑湯去做溫膚 然後用保鮮膜包著紅豆袋這樣溫膚 那時間大約是40分鐘 過程大概在溫膚的過程中就是刺痛感跟腫脹癢的過程中 在溫膚的期間就比較減緩了 那後來就來基金會求助 那在處理的過程中也是不斷的針對受傷的地方 對應的延時點去按推 然後24小時溫膚還有喝香糖 那我除了這些以外 我在被蜜蜂叮咬的地方也有用薑膜去不斷的做溫膚的一個動作 那也有在運動 我在被蜜蜂叮咬的隔天紅腫了以後 來基金會做這些動作以後 然後在第三天的時候 我還有去爬救護蜂去做一個運動 讓我的熱能能夠吸收的更快 然後現在的這個狀況已經明顯的消腫了不少 感謝醫師